全油管最快新闻 新闻来源于山西长治市一起手机归还引发的争议 一网友父亲捡到手机想归还施主 却遭到对方讹诈 趁手机可离200元现金不见了要求赔偿 经过派出所介入 施主承认错误 道歉并结束纠纷 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需要警惕类似行为 施主一方未对媒体回应 据父亲提供的录音显示 施主后悔撒谎 警方称还需调查处理 希望类似事件上发生维护社会诚信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